聽說她是一年級吉他社的新生 她的新生可是卻非常的厲害 她是我們的小倩 讓我們歡迎小倩 她是我們吉他社的 一顆星星 閃亮的星星 很有潛力 搞不好下一個時候就搭了 有沒有覺得 喔 對 跟你說齁 小小的爆料 她呢 就是大家都叫她學姐 為什麼會叫學姐呢 因為她長得跟我們社團之前一個學姐很像 所以她會叫她學姐 想當初我剛進來的時候以為她是學姐 學姐好 學姐 她比較有色的欸 蛤真的喔 蛤 比我還要小嗎 欸對呀 開玩笑的吧 唉唷 有分分分要不要大家都來怕 我不想看欸 不好意思 好啦 今天呢小倩要帶來什麼給我們呢 呃 洪安妮的一年後的故事 一年後的故事 其實我沒聽過 我應該是蠻好聽的吧 嗯 還蠻好聽的 對 一年後的故事 那我想應該會有故事要告訴我們 欸 那我們等她彈完再來訪問她 對啊 那我們先聽聽這首歌 一年後的故事 一年後的講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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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們總會手牽著手 一起抬頭看著我們 看的是同一片天空 手心中握緊的是彼此的夢 然後習慣笑著為你加油 有時候 遇過天晴後的彩虹 給的是那種快要脆弱的笑容 連點頭約定好許下的承諾 其實有很多話說不出口 還不敢對你說 喜歡你想飄在空中 像情緒一直流 像情緒一直流 沒有盡頭 美目依舊 你卻搖走還說一年後 我們的故事會繼續說 因為你很需要付 wär自己 發展的袋子 真的除非二年之後 你不亂承日 後一 Jeremy 偉年 都審定要足夠 送照顧 真是交錯 任何來都是你溫暖的問號 再多的寂寞也不算什麼 還不敢對你說 喜歡你想要在同舟 像清水一直流沒有盡頭 美墨依舊 你卻要走還說一點後 我的故事會繼續說 我挑戰了腳步 想要跟上你的節奏 說好我的理念後 有點像地球 長相死守 你還說要勇敢少不忘 我們的故事會繼續說 我們的故事會繼續說 謝謝 謝謝小倩學妹帶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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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封鎖 我們可以封鎖 感谢观看